微距镜头呢这已经是我买过的第二个了 但无奈呢这也是第二次我想要卖掉微距镜头 理由非常的简单 因为使用的频率啊实在是太低了 再好的镜头平时放在那儿啊 也就是烙土 留着呢没什么用 卖了又觉得可惜 真的是进退两难的境地 那为了让大家不要再走我的老路 吃同样的亏 今天呢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微距镜头 在您打算买之前呢 先来看看它值不值得买 适不适合自己来用 最后呢咱们再顺便说一说 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富士的这只80mm f2.8的微距镜头啊 可以说是我用过所有富士原厂镜头当中 画质最锐利的一只镜头 那先上几张样片给大家鉴定一下 这些照片的后期呢都是就简单的调了几下 拍摄的时候呢也都是单张拍摄 没有做非常复杂的操作 也就是说您拿到手呢就能拍出这样的效果 这个镜头的画质啊 无论是锐度还是郊外虚化的效果 连边缘画质呢都可以说非常的好 逆光呢也没有发现紫边 可以说是一只相当完美的镜头 在画质上几乎挑不出毛病来 甚至是在使用增居镜的时候 都可以说是完美的 我之前不是租了两个增居镜来测试吗 顺便啊我就稍带手在这个微距镜头上也试了一下 可以说无论哪个镜头都无法逃脱那个两倍增居镜的诅咒 画质下降的都非常的明显 唯独这个80毫米的微距镜头啊 用了增居镜就跟没用一样 我呢几乎看不出来画质下降的征兆 那依旧非常的锐利 打开那个拍完的样片一看呢 如果不去看数据的话 我都分不出来哪个是用增居镜拍的 哪个没用 这个测试结果呢确实让我是挺吃惊的 可以看到在使用了1.4和两倍增居镜之后呢 放大效果比之前原有的80毫米啊 明显要放大了很多 但是呢画质依旧非常锐利 从照片当中呢 你也可以看出来 尽管当时我使用的是光圈F11 它的颈身啊还是挺浅的 只有领子和项链呢 是在焦点上 其他的部分都虚掉了 那这个部分的细节呀 可以说非常的清晰 就连那个项链上的线头都能看得很清楚 所以如果单说画质的话呀 富士的这个82.8这个微距镜头呢 我呀几乎可以给个满分 看到好看的样片啊 心动呢肯定是有的 第一反应就是买买买 当初呢我不就这么一栋心就买了吗 但是为什么要买呢 微距镜头和其他镜头有什么不一样呢 咱们呢还是要回到理智的分析 微距镜头的一大特点就是用它可以拍摄出 1比1比例的照片 也就是说您拍摄的这个物体它有多大 它呢呈现在传感器的尺寸也是一样大的 再加上这个微距镜头呢它能够实现非常近距离的拍摄 要比普通的镜头可要近的多的多 比如拍摄一枚硬币那如果用普通的镜头去拍 比如说同样焦距的镜头那就是我手上这个70-300的80毫米端了 这个镜头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呀要83厘米 那随着焦段变成80呢 它的对焦距离也会变得更远 所以能拍到的放大效果呀也就是这样了 但如果咱们改用这个微距镜头呢 它就可以在非常近的距离去拍摄 那自然放大效果也就会特别的夸张了 那这个呢就是普通镜头无法做到的 大多数的微距镜头呢都可以做到拍摄1比1的放大比例 当然也有更大的比如说两倍还有2.5或者是5倍的 放大的比例越大呢拍出来的效果呢就越夸张 视觉效果当然就会变得更震撼 更近距离的去拍下那些平时咱们无法用眼睛看到的微小细节 这个呢就是微距摄影的魅力了 微距镜头的景深啊非常的浅 那这也算是一个拍摄的痛点吧 物体越小它极浅的那个胶平面就会变得越明显 这三张照片呢是分别用光圈F2.8 F8和F11拍摄的小蘑菇 F2.8这张的虚化效果呢要我说就是最好的 但是蘑菇呢很难拍摄清晰 用到了光圈F11才能勉强的达到景深的基本需求 所以前期拍摄使用景深合成法呢是必须的了 这样才能发挥出微距镜头的威力 那好在现在的这些相机呀都有景深包围功能了 所以呢相对来讲降低了一点点难度 但是后期呀还是需要手动去合成的 所以要拍好这个微距摄影啊 前后期的操作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绝对不属于那种买了相机镜头 上手就能拍的特别好的类别 需要花点功夫练好基本功才行 富士的80毫米微距镜头 它的常用光圈呢其实就是F8到F11 加上环境光线可能不太稳定 所以几乎每张照片啊都必须要使用三脚架拍摄 所以在携带上呢不仅镜头的重量 您需要考虑三脚架也是需要考虑到的 这就对便携性啊会大大折扣了 制作这期内容的时候啊 我发现富士还有另外一个微距镜头 是62.4 哎我居然之前没有注意到 没错 实际上微距镜头呢也有很多不同的焦段 从24到100多都有 微距镜头的焦段选择呢 取决于您想要以多近的距离去拍摄 虽然我呢还有这么一个40毫米的微距镜头 也可以在远距离去拍摄 但由于它是40毫米 无法在远距离拍摄的时候 拍出那种特写的效果 所以这个镜头啊 通常都要近距离的去拍摄 而长一些的这个富士的80毫米呢 就不一样了 很远的距离它仍然能够拍到很特写 所以属于远距离的拍摄 那这个距离特点呀 会体现在很多地方 也是您在购买的时候 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 因为有些题材呢 您只能在远的地方拍 比如拍昆虫 很显然您就没办法去近距离拍摄了 还没等您接近它 哎就飞走了 所以焦段长一点呢 可能就会更适合 富士的80毫米 等效焦距呢是122 属于比较长的焦段了 所以拍摄的时候 它的距离大概要两三米远 才能拍摄这么大的物体 在室内拍摄的时候呢 就需要更大的空间了 才能有足够的拍摄距离 所以在这一点上 您在购买的时候 也是需要考虑到的 那这个镜头它就一点缺点没有吗 哎 还是有的 在我的使用当中啊 它的重量对我来说就是个负担 750克 要知道这个1655呢 它才655克 而体积呢 它又跟这个70-300一样大 所以背包的深度呢 也要足够大才行 那如果不是专程出门去拍摄微距内容 作为辅助镜头 背起来就会很有负担 其实呢 我也用这个80毫米的微距 拍过很多的建筑 当初买的时候就想 哎 再不计 还能用这个当长焦镜头去用 但实际的使用当中呢 还是挺不方便的 由于是定调镜头 构图呢 就基本靠走 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建筑啊 挺远的了 拿下来一看 根本拍不进去 因为它这个放大效果呢 过于好了 1比1的比例 很远的距离去拍 仍然是特写 大多数的时间呢 我就只能近距离的 拍一些建筑的细节 但是呢 不用三脚架去拍 又非常的容易虚 而街边大多数时间 并不方便使用三脚架 所以后来呢 我就买了 5200的长焦 变焦镜头 感觉呢 就要方便太多了 最后呢 又换了这个 70300拍建筑的细节呢 就要更方便了 所以近两年 我呢 就很少把这个 微距镜头 带出门了 那没有合适的题材 去拍摄 它呢 也就没有了 用物之地了 说到这个 容易拍虚这事啊 就必须要提一下 微距镜头的 防抖功能呢 非常的有用 虽然几乎百分百的时间 都是需要使用三脚架来拍摄的 那拍摄时候的感受 其实和使用长焦镜头的时候呢 非常的类似 构图的时候 画面晃晃悠悠的 那拥有防抖功能的这个微距镜头呢 就会降低拍虚的几率 在显示屏里边看的时候呢 也不会晃得那么厉害 所以您在挑选微距镜头的时候 最好还是要买有防抖功能的 好在这个80毫米的微距呢 它是带有防抖的 那即便在三角架上拍摄 有的时候也需要打开防抖设置 富士原厂的镜头啊 都是有自动对焦的 但是呢 也有富厂微距镜头呢 是只能手动对焦的 比如说这个名将的40毫米 F228 它就是一个纯手动对焦 那自动对焦和手动对焦 有什么区别 怎么选呢 我的建议是 如果您拍摄的对象是不移动的 比如说镜物 手办 食物 还有产品 那么即便是有自动对焦功能的镜头 每次拍摄 其实呢 也都是用手动对焦来完成的 所以买哪一种都行 但如果您拍摄的是小昆虫 花 人 这些呢 都是会移动的 那还是尽量选富士原厂 这个有自动对焦功能的镜头 要更方便一些 对焦的速度呢 要更快 不然呢 您很可能就抓拍不到小昆虫了 虽然富士80毫米微距的画质啊 没得说 但是呢 架不住这个镜头的价格呢 是珍贵 1199美金 那咱呢 想体验一下微距 就非得买这个镜头 花这么多钱吗 其实啊 目前除了购买这个微距镜头呢 还真有几种便宜的方法 比如说 近射滤镜和普通的那种 圆形滤镜一样 您把它拧在普通的镜头前 就可以放大被拍摄的物体了 当然这个近射滤镜呢 它的效果呢 也是和您所使用的镜头啊 是有关系的 推荐您使用100毫米以上的长焦镜头呢 它拍摄的效果会比较好 可以实现接近1比1的放大比例 但是呢 这个近射滤镜的画质啊 肯定是没有办法和微距镜头去比较的 还有一种方法呢 是使用近射接环也叫微距环 有点像老式皮腔的那种升级版 通过改变镜头和相机之间的距离 来实现微距效果 我呢以前用过那种三个一套的 手动近射接环 很难用 特别难对焦 需要手动移动相机来对焦 特别的累 画质呢 当然也特别一般 跟微距镜头呢 简直就是没法比 其实富士本身呢 也是有近射接环的 都是可以自动对焦的 我呢 猜想它会比这种便宜的手动版 要好用多了 那看了很多的评价呢 也都说还挺好用的 所以对于我这样平时不太常用的人来说 改用富士原厂的近射接环 来代替这个80毫米的微距镜头 可能会是更经济实惠 更轻便的一种选择 那当然它相比这个真正的微距镜头来说啊 仍然会有很多的局限性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这个微距镜头 那么贵的原因 再有呢 就是把镜头反向连接 实现微距的效果 但问题呢 是它和近射接环啊 是一样的 也是对焦的问题 用起来特别的累 那这几种方法啊 我都试过了 基本上就是买了之后 玩两千 就再也没碰过了 好在这些接环滤镜呢 也都不是特别的贵 试一试的成本呢 还算是能接受 但是如果您要拿它拍摄出来的效果 去和这个微距镜头去比较呢 那真的是两回事 可以说相差甚远 完全没法比 那不过在您不太确定 还处于一个好奇阶段的时候 我呢 还真推荐您 任选这一种 接环滤镜 去感受一下 或者呢 购买比较便宜的微距镜头 如果发现自己啊 是真心喜欢微距摄影 再去购买贵一点的微距镜头 肯定是嘴中逃不开的选择 至少要比一开始 就盲目烧钱购买 要更理智一点吧 像微距镜头 这种特殊的镜头啊 就属于我之前说过的 买设备呢 您最先考虑的应该是镜头群 而不是相机的机身和品牌 那如果您看中了某家的某个镜头 那就要去找与它匹配的相机机身了 当然硬要用的话 也是可以用转接环跨品牌使用的 不过呢 我仍然会比较的倾向使用 原厂镜头和匹配的卡口 画质和自动对焦的匹配度啊 是一方面的问题 那零散的东西越多 使用当中出现问题的几率呢 就会增大 决定购买一个设备啊 看似挺简单的 通常呢 就是看别人评测都挺好的 但实际上自己用了 却不一定是那么回事了 所以啊 我还是建议您 多试一试 再决定 身边朋友有呢 就先借来拍拍看 有实体店呢 就去摸一摸 试一试 更简单的办法呀 就是花钱租一个 上手时间越长呢 您的感受就越深 祝大家都能买到 沉心的设备 感谢收看 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蒂 关于富士的设备呀 最近会制作的比较多 如果您也是富士的用户 别忘了关注我 咱们一起玩摄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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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